另一代宅女封号的艺人赖林恩 最近接拍的偶像剧跟电影 08年还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美 获得了季军 身价跟着水长船高 最近还以七位数字代言新的内衣广告 很多人说赖林恩长相的还蛮成熟的 其实他今年只有21岁而已 不过21岁的他对理财可是很有概念的 选择定存定额的基金投资 而且他说每天真的是花不到100块钱 随着动感音乐扭腰摆臀 穿着迷你热裤大跳热舞 继摇摇动画妹之后 外形成熟嫩媚的艺人赖林恩 大方秀出修长眉腿展露毫舞异 走性感路线风格 礼品新一代宅男女神 赖林恩21岁 身高168公分 身材匀称 三年前踏入演艺圈 最早是黑社会美媒成员 固定上节目录影 后来因为外形浪眼 接下偶像剧演出 还到香港参加选美比赛 拿下亚洲小姐继军 心意看长被念一场上向众 以百万酬劳签约当拜年人 收入跟着三级跳的他 投资理财很保守 有在做一些像定期定额的投资 还有基金的部分 那因为就是 这是比较长期的 然后可以做一些复利滚存的动作 这样子 那就是最近啊 有听那个理财专员跟我讲说 是有小涨的 大概五%左右 就还蛮开心的 对于金钱 林恩经打细算 不买当季流行衣服 製造费控制五千元以下 爱烹饪的他 每天吃饭前不超过一百元 每次工作完的时候 都会觉得我肚子很饿啊 很想要赶快吃饱 可是又想说 碍于要维持身材啊 所以我就想到 可以利用蒟蒻还有冬粉 录影宣传两头忙 平常坐捷运大公车 赶通告 转越多存越多 新一代产产女神 理财自有一套法则 东森财经学许舅 蒋经威台北报导